花莲市公所日前举办了左昌公园的中原普渡法会 市长威嘉贤表示 祭拜贺的贡品在法会结束之后 会陈入爱花莲食物银行发挥二次功德 另外市公所获得花东基金的益助经费 今年在1月份已经完成A区签账 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努力争取经费 早日完成左昌都会运动公园的目标 左昌大众庙管委会主委蔡贵中 副主委吴亦仁、吕启明还有多位委员 在马师引领之下展开了一整天的诵经普渡 管委会还特别邀请到罗东正复兴歌剧团前来表演 为左昌A区完成签账的历史工业表达圆满 市长威嘉贤表示 左昌公墓A区已经完成签账 后续还会继续争取经费 早日完成左昌都会运动公园的目标 那今天我们也谢谢我们非常辛苦的殡葬所 那还有我们也要谢谢代表会的大力支持 那今天也协同了里长还有我们地方的士绅 一同在我们左昌公墓这个地方 过去的公墓的部分来做相关的祭祀 那也希望能够保佑这里的出入 一切都能够平安 那我们致力于把左昌公墓公园化的部分 A区已经签账完成 那接着还有B区跟C区 还有我们私人土地的部分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往这个方向来前进 那在此还是要感谢我们过去这么多的一个家属 愿意配合这样一个签账 让所有的签账的过程都能够很顺遂 那在今天我们也一如往常的 用中原普渡的一个祭祀的方式 来祭拜我们好兄弟 也祈求未来一切都能够平安顺利 左昌公墓中原普渡法会 由市长魏家贤 主委秘书温美华 殡葬所所长陈伯新等担任主绩 与会者还包括了世代会的副主席李政伟 市民代表蒋帮法 谢豪杰 黄瑞文 林百瑞 陈慧清 先元吴东升 国庆里里长林群尚 还有民生里里长吴明虫等多人 普渡后的贡品也会存入 爱花莲食物银行 发挥二次功德的功效 借吕慧欢市报道